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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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68号墓是为数不多没有被盗的墓葬之一 清理一只墓室时 墓主人的遗骸及印章被发掘了出来 墓主人腰声拥有一个罕见的姓氏 他是谁 史书没有记载 但考古却让这位墓主人一点点清晰起来 墓道东西两侧的壁龛里 接连出现的青铜酒器透露了他有饮酒的习惯 装有素与稻的粮仓 乘着羊骨的吹去 又让人联想到他的一日三餐 有酒有肉 有吃有喝 生活富足 这些发现给了考古队员极大惊喜 幸运的是 这惊喜还在继续 考古队员在墓道南边突然发现了一个壁龛 这让考古现场负责人朱英培有些不解 像南壁龛这样的特殊位置之前也没有发现过 南壁龛的发现 说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也许还要更特殊 我们的墓室在墓道的北方 北边 然后南壁龛在这个墓道的南边 所以它其实是跟墓室正对着的 墓道两侧有壁龛 这很常见 而这个与墓室正对着的南壁龛 会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考古队员开始发掘 扫开表层泥土 一亩铜绿露了出来 这是一个小拇指粗细的圆柱体 比较小 长度可能也就一到两厘米左右 仔细观察 圆柱体为中空呈管状 这会是什么呢 扩大清理范围 更多的管状器物露了出来 我们从这个小珠子顺着往下清理 特别惊喜地发现 这底下有一串珠子 一直到这个位置 然后这边也是有一串珠子 它们总体来说 目前成一个交叉的状态 管状器物交叉排成两六 通过摆放形态来看 它们应该是一个整体 朱英培判断 串珠极有可能是原位摆放 这是一个好消息 原始位置对于解读器物整体 十分重要 这些散落的细小青铜件 在室外清理时容易被拆开 这些散落的细小青铜件 我因为只是常常没人 他也没人 真正有什么想法 什么激烈的细小青铜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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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荷醇是一种新型临时固形材料 它融化温度低 固形后能自然挥发 没有残留 因此 在文物临时固形方面应用广泛 戴薄荷醇均匀铺满管状物 尚有一定流动性时 文保人员用纱布覆盖在管状物表面 再涂上一层薄荷醇进一步加固 待薄荷醇干透 整个管状物所在的范围就固化为一个整体 此时 文保人员选用底切法 一剂块整体置于底托上 最后 文保人员用塑料保鲜膜 将一剂块于底托固定 如此 才能保证这样细小的文物 在运回实验室的途中 不变形 不损坏 最大限度 保留原始信息 经过实验室清理 这些细小青铜件的样貌清晰了起来 通过一个个中空的孔洞 它们似乎可以相连 正如朱英培预先判断的 这也许是一个装饰物 根据它这个中空的形状 其实有点像咱们现在这种小串式 所以我们推测它应该是用来穿起来的某种装饰品 是什么装饰品 很可惜 在它周围没有发现可以依附的大型器物 一时间还无法判断 只能继续在壁刊中寻找线索 很快 考古队员在串珠旁边就发现了一个小铜片 铜片形状有些特别 像一个讨心 仔细观察 薄薄的片身上方有两个小孔 它这个目前来看基本上只能穿线而过 连一个牙签都塞不下 考古队员判断 这同样是一个装饰物 总体来说我们推测它应该是某种物品上的装饰 但因为目前这个周围没有发现其他的纹物 所以它具体是装饰什么东西 我们目前还在推测当中 接连出现的装饰物会是什么呢 从物品摆放来看 这个壁刊没有被盗取 那么它们曾经装饰的是什么 如今又去了哪里呢 这时铜锈的绿色再一次出现了 这一次是一个圆柱状青铜器 比之前发现的青铜器都要大 它的长度基本上是一窄长15厘米左右吧 铜柱表面有一圈一圈的凸起 很像我们平日里看到的竹子 并且与竹子一样 它也内里中空 但它又不完全中空 仔细清理 考古队员发现 铜柱中间有一些黑色的物质 它其实明显不同于土 仔细观察的 它其实是木屑的朽灰 不同于青铜器 木质物品在多年的埋藏后 并会腐朽成灰 所以我们推断 这个里头之前应该插的是木棍 这个竹节状青铜器的中间 原本还插着木棍 这会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通过目前这样的形状 以及它这个我们介绍到的中空内包含的木屑 推断它应该是这个散饼窟 散饼窟是用于加固散饼的器具 这里难道埋藏着一把铜散 接下来的清理 让朱英培更加确信自己的猜测 在散饼窟周围 一个造型特殊的小器物 露了出来 凉了一下 它的长度基本上是四厘米左右 这大约是散饼窟的四分之一 头部是一个圆形薄片 下方连接着一个中空的圆柱体 腰部还有明显的骨起 和一个倒勾形的小字 整体呈一个钉子形状 这样的造型 对于考古队员来说并不陌生 这种东西它其实叫做盖弓帽 它的位置是在散骨的最前边 它其实是这个 它其实是这个 像这样的盖弓帽 这一片我们清了大概有十个左右 这些盖弓帽 似乎是围绕着散饼窟分布 它们有一个明显的位置关系 我们其实能看到散饼窟居中 然后这些小盖弓帽围着它周围 它其实是一个基本上原位的摆放位置 我们推测 它其实这个地方以前是应该有一把伞 那伞的其他的部位呢 可能是因为是木质的 所以已经朽掉了 但是因为散饼窟跟盖弓帽 它是同的 所以能保持到现在 同时我们能看到 它们这个原位的摆放关系 中国考古人最熟悉的一把伞 或许就是这架马车上的青铜伞 和四匹青铜马 及一位御手 一同组成秦始皇陵一号铜车马 国宝级别 在京阳大步子M68号木出土的这把伞 显然没有那件国宝精致 但是 在它的四周 会有随葬的马车吗 铜伞是应该说是常见的车马器 是在车上藏用的 它一般叫做伞盖 是这个随车使用的 墓葬中如果发现车马 便说明墓主人地位非同小可 考古队员兴奋了起来 很快 一个水滴状青铜器的出现 让考古队员更加激动了 这个青铜器成片状 一抹耀眼的金色 附着在铜器表面 又是一件流金铜器 它的表面有隆起纹饰 因为铜袖的缘故 图案有些模糊 只能隐约看见一个动物的头部 张着嘴 这样的水滴形状让考古队员不禁想起一种常见的马器 这件东西它其实是车马器的一种 它名字叫做当炉 用于放在马的前额中部 是马的装饰 或者说是马饰品之一 当炉是古代寄予马头部的事件 放置在马的额头中央偏上部 形式各异 铜伞 当炉 还有两处装饰物 这些青铜器似乎都指向了同一个主题 车马器 这里也会埋藏着一套铜车马吗 然而 接下来的青铜 既没有发现车 也没有发现马 这让人有些失望 最主要的原因是跟它的等级有关系 因为铜车马的木主人等级都非常的高 是这样的王侯级别的 那像我们的妖说呢 我们只能说它是小康之家 是富裕之家 但是它这个官位等级的话 还够不上 古代丧葬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 对于可以置于物中的随葬品 有着明确的规定 虽然不能随葬车马 但是这些流金车马器 无疑彰显了木主人雄厚的彩力 这一批车马器的出现 与考古队员最初对南壁坎的判断 不谋而合 然后根据东西壁坎这个情况来看呢 像这个西壁坎是很多粮仓 然后东壁坎是这样 有很多这样的酒气 所以我们当时其实有一点推测 说是南壁坎可能跟这个出行有关系 衣食住行是古代随葬常见的内容 那么南壁坎里 会是一个以出行为主题的场景吗 在刚打开南壁坎时 考古队员曾清理出一个人泳 这个人泳出现在壁坎东壁北部 一张国字扁五官扁平 面部却格外的红润 整体看来十分中性 表情严肃 这让考古队员一时难以判断 人勇的性别 整个的这个面部状态看的比较硬朗 看着有点像一位男性 但随着清理继续 任勇身后的发际逐渐清晰 女女约能看到一个辫子 从发饰来看 这又像是一个女勇 继续向下清理 任勇左手出现一个孔洞 说明他的左手曾握着某种物品 这会是千马的人吗 再往下清理 任勇右手竟然出现一把尖刀 这难道是某种随身武器 但是矛盾的是 任勇穿着身衣 并不是常见的舞者形象 那么这把刀 那么这把刀会是做什么用的呢 这个刀的话 我们根据之前的带刀用推测 可能是削刀 削刀 是一种书写工具 用于刮去竹简上写错的字 就像是古人的橡皮擦 就是这把削刀 让考古队员判断出 这件仁勇的身份 就说明这件有可能从事 跟书写有关的这些工作内容 一个手持削刀的文职人员 为何出现在车马器周围 难必刊的主题 一时间模糊起来 接下来的发现 更加深了考古队员的疑惑 在削刀勇的一旁 清理出一个明显的男勇 之所以能很快判断出性别 是因为他头部 有一个方形板状的头饰 这被称为官 成语谈官相庆 最初就是指谈去官上的灰尘 准备去做官 所以代官的人勇 身份都较高 仔细观察 男勇下巴 还有一个细致的绳结 脖子下方 三层衣领清晰可见 这些细节都在暗示 他不低的身份 继续清理 代官勇越来越多 一字出现 一共有六件 他们几乎穿着相同款式的衣服 保持着同样的姿势 但考古队员在仔细观察后 却在人勇面部发现了明显的区别 有的脸盘明显大一些 有的就稍瘦一些 有的鼻子 似乎有些塌 他们如此整齐地站成一排 是要表现一个怎样的场景 六件代官勇 和之前发现的销刀勇 又有什么关系呢 可能具有一定的身份 他一方面是 这个牧主人的宾客 还是说是他的门生 我们目前来说 会有这样的相关的一些猜测 古代豪门喜好供养宾客 宾客越多 说明他的经济能力越强大 这六尊代官勇 或许是为牧主人 出谋划策的宾客 或许是向牧主人 求取知识的门生 那么之前发现的销刀勇 也许就是服侍这些宾客门生的 也许这里正在进行一场 文人盛宴 或是师徒讲坛 这位名为妖奢的牧主人 或许是一位风雅文人 这不由地让人期待 接下来的发觉 还会有怎样的惊喜呢 果然 在代官勇的一旁 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人蛹 只是他头上没有关 体格也小了一圈 继续清理 小型人蛹一个接一个冒了出来 他们造型朴素 面部也有些模糊不清 身份明显低于之前的代官勇 但细细一看 这些小型人蛹的面部 仿佛都带着某种喜悦 感觉他可能是看到什么 有趣的事情 瞄到了一眼这样子 他们为何露出这样的表情 也许只有牧主人知道 在这些小型人蛹当中 朱英培意外地发现 有一位鹤立鸡群 他不仅个头 比周围小蛹高出一截 还有着一张黑脸 他的脸为何深了几个色号呢 我们目前有好几种推测 一方面可能是推测 这个蛹的颜色 因为长时间的埋藏 有这个可能加入 之前加入了特殊的这个颜料 所以这个因为环境的变化 有一定的氧化因素 变成了黑色 也许这件陶蛹原本的肤色 并不是现在这样 但几千年的埋藏 让他逐渐变了色 他可能跟他的职位 他是不是在这些适从中 地位更高 所以不同的颜色 作为区分呢 也可能是一种想法 也可能是身份特别 所以采用了不同的颜料 导致他与周围小蛹的不同 然而朱英培 还有一个更大胆的猜测 另一方面呢 推测这些蛹 它是否跟 它这个不同的人种有关系 或许他的肤色 本就更深 虽不能确定此人身份 但一定十分特殊 他和他身边小蛹 全部靠墙站立 仿佛在观看前方什么世界 还未揭开这些小蛹的迷之微笑 现场又有了新的发现 一个硕大的人涌头露了出来 他头上戴观 眉眼细长 嘴唇鲜红 胡须精致 下巴有两根系绳 他上半身着红色外衣 袖子上有斑点纹 鞋子翘于裙摆之外 他斜躺在一众小蛹之上 显得巨大无比 中英培忍不住 拿起卷尺测量 这是真人三分之一左右的大小 让朱英培有些惊喜 这个蛹是我这几年的发掘工作中 建到比较大的一个蛹 也是我们这个墓地 目前出土的最大的一个蛹 这个人蛹会是什么身份呢 朱英培一时还无法判断 这时在大人涌脚边 一块白色的凸起物被清理了出来 扫开泥土 顺着黑色向前清理 逐渐露出了人头的形状 面部朝下 令考古队员惋惜的是 他已经断裂成了三结 这应该跟他这个 两千多年的埋藏有关系 他这个洞是往下塌了 对他造成的疼 不应该是有关系的 不应该是有关系的 这不应该是有关系的 我们在今天看 这边就是说 是有关系的 这边是有关系的 人们的感觉 是有关系的 是有关系的 还没想到 真的是有关系的 这边是有关系的 就是有关系的 我们的解释 我们的解释 可以做一个 硬牌站立 大小尺寸突出了两人的独特身份 也许他们的原型是和牧主人关系较近的人 销刀鱼 代官鱼 两个体型硕大的鱼 还有一众小鱼 似乎无法从他们的身份上看出什么规律 但新的发现 却让考古队员从另一个角度看出了线索 紧贴着壁堪的墙壁 小鱼一个接一个地被发掘出来 我们在这个坎的西壁 东壁 南壁都发现了非常多这样的泳 它们基本上数了一下数量有五十多个 不仅数量众多 排布方式也有了规律 像东西两面它这个泳是向后倒 向南面则是向前倒 这样的青岛是由于什么原因呢 之所以像这样的有倒塌的情况则是因为它长时间的埋藏动顶的挤压 坎塌所造成的 它原来的这些泳的位置呢 应该都是靠墙站立 如果将人泳全部扶正 就会发现 他们全都面向壁堪中间 这会是某种仪式吗 顺着他们的目光 考古队员找到了焦点所在 一男一女两个人游 他们距离四周桃游 有相当一段距离 位于壁堪正中 也许 他们就是四周桃游 目光所向 这又会是一个怎样的场景 南北的四周桃游 壁堪还会有怎样的惊喜发现 考古发掘 仍在 继续